长沙被埋88小时女孩奇迹生还 医学生有自救意识 靠半壶水和棉被为生 5月3号凌晨40时15分 湖南长沙居民自建坊倒塌事故救援现场 一名女孩在被埋压了88个小时之后被成功救出 她是21岁的小源 是此次事故中被救出的第9名幸存者 把女孩救出时 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好 长沙消防救援支队 现场抢险救援攻坚组指挥员文鹏建少说 小源出色的自救能力是最终获救的关键 她一名医学生 有着出色的灾难自护自救知识 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 倒塌事故发生时 小源正在出租屋里复习考试 没想到一场灾难会猝不及防地降临 她连人带床从四楼掉到了楼下 幸运的是楼板没有完全塌下来 而是在她头顶形成了一个三角区 她身边还有半壶水 这无疑是最珍贵的保密物资 水很有限 她每次只喝一小口 就这样直到被救出 她的半壶水还有余量 在等待救援的三天多时间里 除了半壶水 她身边的一床被子 在昼夜温差较大的环境中 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感觉冷的时候 我就赶紧把被子包裹上 小源告诉消防救援人员 在那面前 生命有多脆弱便有多坚韧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介绍 小源做的这些 都是科学有效的自救办法 为她赢得了更多珍贵的救援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